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个人的善跟好 这个人很容易学得很善 如果这个人的恶业生重 这个人一到人间之后 稍微懂点事情就开始来报恶业 这就是为什么根基对一个人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种因得果 你在前世种下的好的因 那你这辈子呢 会得到好的果 但是你如果没有种下善良的因 那你这个善果呢 就不好 所以呢 今天台长呢 继续呢 跟大家讲一讲根基 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 根基很深 那么这个人呢 应该就懂得十二因缘 也能说四圣地 那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根基有的人 他懂得人 因缘 就是要断他的见思或 见就是见到的见 思想就是思维的思 或呢 就是迷惑的或 实际上 说这个呢 大家就明白了 什么叫见思或啊 因为思维上有迷惑 那么这个人呢 就像迷途羔羊一样 搞不清楚 因为人不能迷惑 我们在人间 什么事情都要清清楚楚 当你对什么事情都不了解 你实际上已经是迷惑了 所以 我们经常说 见思或呢 实际上就是要破除自己 我见 边见 斜见 见取见 借取见 等五不正见 思或是什么呢 是思想上的迷惑和错误 实际上 思想上的迷惑 无非就是贪 嗔痴 吃慢 疑等五种烦恼 可能台长给大家蒙一讲 大家觉得佛法这个不能理解 很深 那么台长在这里呢 就告诉大家 实际上呢 贪呢 就是人的贪性 称呢 就是恨心 吃呢 就是不懂 不明白 而做出很多傻傻的事情 慢呢 是傲慢 一个人都会很傲慢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疑是什么呢 是怀疑 所以这个也是烦恼 当你傲慢的时候 实际上人也有烦恼 当你怀疑人家的时候呢 你也有烦恼 当你很贪心的时候呢 你烦恼也很多 当你很恨某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的嗔恨心也很多 那么痴心 人家说妄想 明明做不到的 得不到的事情呢 你拼命的去追求 实际上这个就是吃慢 所以我们在人间呢 要克服自己 什么事情都是我贱 啊 啊 贱到的都是我认为是的 边贱是边上听到的 你看见的 斜贱明明是不正的 你用斜思斜念来贱到它 啊 贱取贱 就是贱到了 你马上就觉得这是真的了 还有贱取贱就是呢 你要记住 很多东西它不是正的 你靠着贱来取得这个贱 但是呢 你如果不贱的话 你取得的这个贱呢 那是不正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记住 我们做人动不动就碰到我认为 我见到的事情 实际上人世间的事情都是假我了 它不是真我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分的执着以自我 他就会很可怜的 我很痛苦 我很难过 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为什么会恨他 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明明是我对的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欺负我 他永远离不开这个我字 所以他就永远修不好心 永远不会超脱 因为人的痛苦就是因为有个我呀 如果你脑子里经常想着大家 你就会很幸福 你就会经常帮助到大家 因为你有个我字 所以呢 你就执着于我像 所以大家要把我放开 那么根基讲起来呢 实际上就是要懂得 不要去见私祸 不要去认为这个事情 你说的都是对的 而且呢 对任何事情呢 不能迷惑 要清楚 这个事情是好事情 我可以做 这个事情呢 是不好的事情 我不能做 所以我们要记住 如果我们学的大乘佛法 这就是根性要很重要 因为学大乘佛法的人呢 要大发菩提心啊 要多发菩提心啊 而且要变修六度万行啊 也就是说 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 是来救度众生的 不单单要把自己修好 还要呢 去救度众生 而且要修什么 修六度 修万行 哎呀 成千上万的行为 都要修得像菩萨一样 要帮助人家呀 所以我们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也就是说 我们在学佛 救度众生的时候 上面呢 要好好地修心佛道 下面呢 要度化众生 所以才叫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啊 听众朋友们 说起来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实际上 就这个八个字 一辈子 都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呢 也可以做到 希望 是永远做到 当 你有这个 上求佛道的心 当你有这个 下面度化众生的心 实际上 你已经是在 行菩萨道了 我们要心无言辞啊 喜同体悲啊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 无缘无故的 一种慈悲 叫无言辞 不是因为 他是你的孩子 不是因为 他是你的妻子 不是因为 他是你的父母亲 不是因为 他跟你是好朋友 你才帮他 你才慈悲他 实际上 我们看见 所有的人 我们都要 起这种 慈悲心 犹如观世音菩萨一样 这就叫 无缘辞啊 无缘无故的去帮助 人家 这就是菩萨 同体悲 讲的是 人伤我痛啊 比方说 某个国家打仗 报纸上报道 有多少人 因为打仗 受到残害 断胳膊 断腿 很多人 多少人 自己死了 像这些 你难过不难过 如果你难过了 就是同体悲 如果你觉得 这是人家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这就说明 你这个人 没有同体慈悲 什么叫 人伤我痛啊 人家受伤了 我心里很难过 那就叫 人伤我痛啊 对不对 如果人家痛了 你 没有感觉 你就没有同体大悲 所以 我们 学会在人间 要心 无缘词 起同体悲 而且我们不要 住在 色生香味处法 而行不失啊 如果你在 不失当中 你有目的的 不失 实际上 你就是在 色生香味处法当中 行不失 为什么 你有目的的不失 就不行 很多人 劝人家 买这个 买那个的时候 如果真的为人家好 那就叫 无缘 没有缘故 我不为自己的利益 所迷惑 我在帮助众生 很多人 帮助人的时候 意念已经很差了 他为了赚人家的钱 他为了 达到自己 某一种目的 而行不失 那个 就是 你住在 色生香味处法里面 所以 我们不要住在 这个色生香味处法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 行 六度万行啊 六度万行 就是 波罗啊 就是有 智慧的 不失啊 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要你 度脱一切众生啊 什么叫度脱一切众生啊 把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要救助他们 你发此愿 你做此行 必能得到 你有此果呀 这个果报 就是你救度一切众生 你就是菩萨界 所以 当你境界 上到了菩萨界的时候 你 基本上 是心想事成啊 听众朋友们 大家要记住 不见能度之物 以所度之人 即众生 并所证之 无于涅槃之受相啊 大家知道吗 在救人当中 不能看到自我 要忘了自我 你才能救度众生啊 所以叫不见能度之物啊 于所度之人 于所度之人 即众生 就是你在度众生的时候 你所有的人 你和要度的众生当中 并所证之 并所证之 无于涅槃之受相 也就是说 你要度的所有的众生 你不要去看他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要用一种涅槃之受这相 也就是说 当涅槃的时候 实际上 你把世界上 人间的东西 一切都忘空了 你不会认为 这个人我要度 那个人 我不能度 你要去度 所有人的时候 当你还不知道 他的涅槃有否时 你要抱着这个心 你不管他是老老少少 小孩长者 实际上 他们都是菩萨在世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 经常把一些老人家 称为老菩萨 小孩子 把他们称为小菩萨 把自己的父母亲 称为自己的父母亲 把人家的孩子 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才叫无缘大词 这才叫不见能度之我呀 当你度人的时候 你不要想到自己 你就不会执着 不会有所而求 这样的功德 那才叫无私的功德呀 听众你们 我们知道 在学佛度众当中 要不着想 什么叫不着想呢 就是不要以为 我做了一点善事了 我天天的 沉寓在 我所做的善事当中 你今天救度了众生 你不要天天 沉寓在 救度众生当中 你今天帮了人家了 也就是说 叫你不要天天 沉寓在 我做的这些善事当中 要天天 等着人家 来感谢你 来拜你 这就是着想 大家记住 台长跟大家说一个小笑话 说有一名居士 他捐了两千块钱 然后呢 他知道不着想 我要无 就是无相布施 就是我们不着想的布施 我不留名 就像很多人到庙里去 做功德 和尚说 写个名字下来 实际上写个名字 叫着想布施 不着想布施呢 就是不留名 不留名的布施 那个层次 绝对要比 那个留名的层次要高 那么台长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说有一个居士 他乐善好识 但是呢 他呢 学不着想不识 他捐了两千块钱之后 那么 他也没有写名字 结果呢 报纸上登出来了 他呢 看见他的朋友来了 他就给他朋友 看 你看 看见了没有啊 这个两千块钱 看见吗 后面写的 无名识 你知道这个无名识是谁呀 那就是我呀 实际上 他还是在着想布施 所以 我们学佛做人 要不着想 就是不要 去被自己 所做的一些善事 所做的一些功德 沾沾自喜 而 由减少 因为当你做善事 很多的时候 你不说 人家更感激你 就像我们人间一样 当你帮助了人家 到处去讲 是我帮助了他 是我帮助了他 你的功德就少很多 人家最后是 是他帮的 不过其他人也能帮我的 你想想看 他不是善事有肉 功德有肉吗 一个人帮助人 要用心 帮的人不讲 人家从心里更感激你 帮的人到处去讲 你就有肉了 所以啊 就像很多人 天天在念经做功德 过一会儿跟人家吵架 那就叫火烧功德令一样 你的功德会随着你着相 而慢慢的消失 听众朋友们 大家要记住 我们做功德 也是有根基的 很多孩子从小生出来 就懂得做功德 做善事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的父母亲 从小对他的教育 当父母亲从小乐善好施 帮助人家的时候 这个孩子 他就无形当中 慢慢的学会了 当爸爸妈妈去放生的时候 孩子一定会问 妈妈 这些鱼 你把他们放掉了 他们还会死吗 爸爸妈妈说 你把他们放了 他们就不会被人家 烧着煮着吃了 就这么一句话 可以令孩子 根基圆满了 根基有先天的 也有后天的 先天的是你前世带来的 后天的需要我们来弥补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 从小就要带孩子放生 从小就要告诉他 很多的动物不能打死他的 我们从小就要告诉他 人要有慈悲心 要懂得原谅人家 实际上 你教了孩子这些时候 你所得到的 就是孩子以后 对你更孝顺 有些父母亲很愚痴 从小就跟父母孩子说 他不好 你打他 他对你不好 你就骂他 你就在心里恨他 等到妈妈大起来 跟孩子发生矛盾 爸爸跟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 孩子就很恨他 孩子就骂他 等到爸爸一听 你居然小孩子敢骂爸爸 骂妈妈 他上去打他的时候 孩子就打他 谁教育的 这个根基 这个后天的根基 就叫报应 就是你们父母所为啊 所以要懂得根基 是很重要的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台长的半个小时的 白化佛法呢 只能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听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奋劲努力 改变自己 改变自我 用白化佛法 来支援你的 康庄大盗 康庄大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